这还有这么古老的那个电话亭 我们现在是在那个好莱坞啊 这是Wine Street 然后这是Capital Records 也就是国会唱片 它创立于1942年 是美国西海岸最早的唱片公司之一 1955年被英国EMI收购 2012年又被环球音乐收入旗下 该大楼已经成为好莱坞的地标之一 很多灾难片看到这个岛了 今天我们要拍的就是这个壁画 这是好莱坞的一个壁画 可能是这个主题可能是关于爵士吧 我也不太清楚 或者是黑人演员 也不全是黑人 我看好像有那么一两 也许全是黑人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很靠近了 我们能看到 有很多名字 Lavins Helen Humps Bill Hunderson 什麽 Joe Zalwin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名字 我回去会查一下 我猜这是爵士的那些爵士的名人吧 很大哦 非常大 你们有谁认识他们其中的哪位吗 看图片和名字 有谁认识吗 还有就是这个不是画的 这是瓷砖 这是烧出来的 你看每一个 今天我剪了个头发 就上次那个我光头之后第一次剪头发 我也可以合成到里面去 他们跟他们头差不多大了 我也是特别喜欢blues 还有jazz 最近听了很多 因为blues和jazz 是源自黑人的音乐 那黑人音乐 从最早的爵士 blues一直影响到现代音乐 都影响非常深的 现在的音乐都离不开黑人 都离不开黑人 这个人我好像认识 啊 这位是不是那个lisa怎么 这个也有点面熟 这个看在最前面 或许是最出名的 啊 我 应该 我的观众 可能你们有很多人 应该比我懂 可以在留言区给我留 看看他们是谁 前面还有一个 这样特别简单 一个LA record farm 是啥意思呢 因为 对面是一个很出名的唱片公司嘛 然后这边又写的是record farm farm是农场 培育 就是等于说是扶持 孕育 这个record的地方嘛 good looking people 是啥意思 这个壁画呢 叫做Hollywood Jazz 1945 去1972 就是这是一个关于爵士 好莱坞爵士的一个主题 啊 1945到1972年间的 大概接近12个爵士的名人 那这个作者呢 叫做Richard Wyatt 大概在1990年的时候 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 创作了这个画 那之前一开始是壁画 就是画在那个墙上的 后来褪色了 旧了嘛 后来最后为了永久的留在那个地方 那就做成了那种瓷砖的 就烧成的瓷砖 是有2200多块 12乘12英寸的这个瓷砖 然后就现在就永远的保留在这个地方了 壁画当中的爵士名人呢 包括了Chad Baker Miles Davis And Billy Holidays 还有很多我都不知道的名人 他们一定是爵士当中的 非常出名的人物